年紀超過五十歲很容易罹患的黃斑布的病變 不過現在有了最新療法了 醫師注射新生血管的抑制劑 一年三針很快就能改善 醫師說預防這種病變的方法 還是要從日常生活中做起 除了隕石要均衡 這個作息也要很正常 年紀邁入五十歲大關的民眾要注意了 時常曝露在陽光下小心眼部罹患黃斑布病變 彰化一名老伯伯 去年開始出現視線變形徵兆 到了醫院檢查才發現是得了黃斑布病變 黃伯伯經過黃斑布病變的最新治療技術 醫師將新生血管抑制劑直接注射至眼睛內部 患者視力大大改善 醫師說年紀過了五十歲 如果生活作息不正常 飲食失調 黃斑布病變 就很有可能早上升 醫師表明不少民眾都誤把黃斑布病變 當成白內障治療延誤就醫時機 導致病情越來越嚴重 目前治療黃斑布病變的最新療法 以每年注射三針的方式改善 有健保給付 對於患者是一大福音 但每一到兩個月就必須回診追蹤 醫師提醒民眾遠離黃斑布病變 最重要的還是要從生活作息 和好的飲食習慣開始做起 東森新聞 吳俊翔 陳志輝 彰化報導 最後一見 誦翔 我們來面試atch 應該可以排阜 い backup 您不是來排阜